CBA例行赛广州与四川之战 虽然过去五度交手 都是身穿深色球衣的广州带走胜利 但这场却呈现不同风貌 关键是四川洋将Kony Fawson 他这场比赛猛轰全场最高34分 帮助球队半场打完保有8分领先 但广州也靠着洋将Robinson活跃演出 第三节回进33比18的攻势扭转战局 也让第四节战局白热化 不过四川在最后关头 克里外线连发扬长而去 胜利广州的陈英俊 虽然缴出16分五篮板六助攻全面数据 还是只能眼看四川以104比99赢球 多下赛季首胜 另一场福建与青岛之战 最大卖点就是前NBA好手Amaris Tautermann 要献出CBA生涯第二战 昔日核弹头算体态保持不错 这场也缴出19分7篮板数据 不过防守端却频频让对手外援予取羽球 青岛的Adams轰下全场最高54分 比赛另一个焦点就是林伟翰跟胡隆帽 两位台将同场交进 本季加盟CBA的林伟翰 最后贡献一分四助攻三超结数据 再后他也表示现阶段任务 本来就不以抢攻为主 假如球队的阵容是我配上大老外的话 就是就能给我工作会把控制好节奏 然后把分数尽量把对方分数尽量压低 然后如果我跟亚郎是在场上的话 可能就是准备好机会 然后把握突然的命中率这样 最后青岛以136比127带走胜利 林伟翰也在台湾内战占得上风 但想要巩固球队地位 还得要继续努力才行 国家区新闻综合报道